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我是Joey 你信不信有天堂? 一位名叫蓋瑞伍德的博士聲稱她到過天堂 而且抵達天堂的路非常安寧,她沒有感受死亡的痛苦 我們一齊來看看她的其餘故事 那年18歲的蓋瑞伍德出了一場嚴重車禍 她身受重傷,一度被醫生宣告死亡 就在她失去意識期間,她聲稱她到了天堂 蓋瑞伍德說,死亡就只是像脫掉了你的衣服 然後將它們放到旁邊 我離開我的身體,這些沉細的衣裳 然後被舉到我的車子上方 同時我的一生在我眼前一閃而過 接著我被捲進一團越來越光的隧道營雲朵中 蓋瑞伍德透露,抵達天堂的路非常安寧 她沒有感受死亡的痛苦 還看到了約21公尺高的巨大天使在大門迎接 她手拿一把劍,還有鑄尾例如施線般的金法 城裡還有另一個拿著一些書的天使 他們說了幾句話之後,就讓我進去城裡 蓋瑞伍德還說她見到了耶穌 我被送回來告訴別人天堂是真的 我們有該唱的歌,有該進行的任務和旅程 有該寫下的書,你在地球上原本就是獨特的 耶穌要我傳達一個特殊的信息 靈性的復甦將我在這片土地上獲勝 討告將被教導及注重 後來蓋瑞伍德奇蹟感被救醒 她描述當時的情況 我的朋友跟我說,你要回去啦 她說了那個名字 所以我馬上被送回我的身體裡 他們注意到生命跡象 說將我送到醫院並令我穩定下來 這次憑死經驗改變了蓋瑞伍德的一生 她後來著書描述她的天堂之旅 她也透過上節目等方式和別人分享這種難得的經驗 有很多人都經歷過憑死體驗 而在這種狀態裡,很多人她看到了自己的死亡過程 看看下面這一則實禮 澳洲悉尼聖文森特醫院的外科醫生 在一次心臟病手術中 要清除菲拉倫斯科因心臟動物裡的一個血塞 由於是小手術,因此醫生沒有被科因進行全身麻醉 手術過程中科因有點迷糊的感覺 但意識是清醒的 突然奇怪的事發生了 她發現自己升到胸中 感覺胸口遭到重擊 同時以邊響氣助中聲 此後的影像更清晰 她見到自己躺在手術台上 醫生正在處理她的身體 她急得大叫 不要切我,我還清醒呀 接著她見到一道耀眼的白光 然後她在胸中的身體飛向白光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當時的手術記錄顯示 科因的心臟曾一度停止跳動 回憶起這件事 科因還心有餘悸 這件事好怪,我平時好少說起她 不過那個肯定不是夢境 我當時好清醒 科因女士的這段經歷是典型的憑死體驗 即使科學界還不能對這種所謂的 見到死亡現象再出一致的解釋 但憑死體驗確實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給like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見